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招工市场存在歧视新冠阳性康复者现象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对此中兴设计者 以帮助一位新冠阳性康复者求职为由 与上海市敏航区的某劳务中介进行了对话 记者在劳务中介发布的招工信息中看到 有的标明进过方舱的不要 中介表示此前就有求职者 因隐瞒自己经过方舱的经历 最终被用人单位查出而拒绝录用 据悉 秋益促经法第30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已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对此 律师认为 用人单位拒绝新冠阳性康复者的行为 构成了对求职者的就业歧视 与此同时 从现有医学结论来看 新冠阳性康复者可以视为健康人群 用人单位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就业促经法 第一个问题 就是应该是 是比较明显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促经法的一个规定 对于这种有良性康复基础的这个求职者 拒绝入职 应该是告成了这位歧视 第二个问题 就现在的医学 结论来看的话 就是 这个良性康复者 其实可以视为是健康人群 而不是全然被避免携带者 所以从界点上来看 对于用人单位 拒绝入职 阳性康复者 或者是说在招工信息上面写上 经过方舱不要 这个是属于比较明显的就业歧视行为 采访中 劳务中介对记者表示 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他预计部分企业 拒绝新冠阳性康复者的情况 或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对此 律师认为 除了求职者自身的维权 改善此类情况的关键 更在于社会认识的转变 实际上要从根本上 改善良性康复者的注意处境 其实关键还是在于 改变社会认识 也就是说 整个社会 对于新冠肺炎的患者 或者密接人群 不再持有恐惧的心理的时候 我想可能 这个良性康复者 和相关密接人群 在就业事业方面 才不会受到歧视